大量泥沙不斷从一处水管内流出 没多久瞬间就像河窗染成灰色 整条溪流都被严重污染 不过这些沙石废水到底从何而来 保气总队和环保局接获通报 最查发现是有一间洗沙场流出 桃源一名泄性男子在新屋去开设洗沙工厂 可是业者却埋设案管还偷排放污泥 破坏河川生态 这间工厂内部堆放了大量木材 塑胶和废弃物 沙石堆积成山 警方接获民众陈勤 检察官立刻指挥侦办 由环境部人员和桃源市政府 成立专案小组共同前往茶器 接近业者不断非法设置沙石场 私自排放污泥 教堂人员还在现场发现 他还窃占邻近国有土地 非法获利守法瞬间曝光 沙石场负责的人 吸引被告等人 他们获得的犯罪所得高达 9351万元 那数额高达将近1亿元 那这部分我们会向法院申请扣押没收 弃性业者为了赚钱不断严重破坏环境 还有逃亡串供灭阵之余 警方认为两人恶性重大 建议法院宠中亮星 近期闻圈宁 杨仲强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因此节目搜紧 让我们立刻并 majlade 写进行第2个 理论 确实